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請跟我一起掌聲歡迎張惠美 說要兩朵 你說的簡單 什麼時候你可以這樣隨口 我覺得最大的一個感想就是 可能到了一個階段的歌手 唱出意境比唱出公益而來的重要 然後唱出故事的深度 比過去那種宣洩的廣度 可能要來的更讓人深刻 我覺得這張專輯 他都把該做到的事情做到了 最讓我就是驚豔最喜歡的一點是 我覺得這首歌的概念其實非常非常的現代 它同時是世界性的就是很多人 都可以在這首歌裡面找到共鳴 不管是面對感情或者是失落 的那種態度 我覺得是一種很現代 甚至帶有一點就是 女性主義的那種色彩 女性中心 女性出發的那個角度 兩年裡面一直在反覆 在選擇 在唱 打掉重來 對 其實我自己也 也一直 覺得我必須要把我所有所有的東西 全部請出在這張專輯 對 身為天后的阿妹 能夠在專輯裡面找到非常多 新的製作人 或者是音樂人 跟之前找的人 又好像 又不太一樣 然後嘗試很多很多的可能 曲風 有隨著這個我覺得 時間性 看到它的成長 每一次一唱完一首歌 我就會告訴自己 我可能沒有辦法再唱 因為我不曉得我接下來還有沒有東西再給出來 所以 我可以把現在我僅有所有心裡面的情感 然後想說的話 跟想爆發出來的靈感 就放在這張專輯 純粹 很純淨 然後 真的有一種回到 歌者那種很單純的感覺 因為好幾首歌都是很簡單的配置 然後你可以聽到很 很直接的 很原風不動的感性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 這一次這張真的太好聽了 我覺得過去很多 樂迷都很喜歡張惠面 非常多抒情慢版的歌曲 那我個人覺得在這張專輯裡面 應該會讓蠻多喜歡這套歌的樂迷 覺得找回到很多熟悉的青春愛戀故事 聽的時候 我一直想到一個時期的阿妹 就是 人質這個時期的阿妹 就是有一種 返璞歸真的感覺 他丟掉了很多很繁瑣的 花式的一些編曲 然後用比較 真實的樂器的聲音來呈現 聽到更多阿妹的聲音表情 更多的情感 所以就是對我們這些老妹迷來說 是非常感動的 就不管有沒有下一張 我真的是這樣覺得 因為唱歌這件事情 真的要不斷不斷的有很多 基收你才可以丟著去 對 妹姐的詮釋方式 比以往的那個專輯都不太一樣 所以非常的新鮮 聽到很多不同風格的阿妹 就是裡面也很像有我自己的故事 你認真去看那個歌詞 真的會 自己會有接觸到這樣子的事情 就會很感同身受這樣子 很多的節奏跟每一個音樂的元素 它都很特別 節奏是故意沒有on time的 我都覺得阿妹在這張新專輯有新的突破 我覺得很棒 我感覺真的有被偷故事 值得大家去買來聽的一張專輯 真的 所以我很開心 兩年我終於做完這張專輯 完成它 然後也很開心 今天大家要來這邊跟我一起分享 謝謝 謝謝 真的辛苦了